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人家股东那拿来的钱是有成本的 对吧 那我要看一下你从那股东拿过来的钱这个成本到底有多高 那我要对这个成本去做一个估计 也就是钱的成本 那这部分呢就是我们所讲的资本成本 那它的衡量方式一般其实是通过丧失的收益去代表的一个机会成本 在衡量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通常会使用所谓投资人的必要报酬率来衡量投资人的资本成本 大家听我这句话再听一遍 这里面其实是站在投资和筹资的两个角度 我们认为它两者应该是相等的 一方的所得就是另一方的所失 一方的成本就是另一方的收益 所以呢 我们站在筹资人的角度上 我是筹集资金的一方 那我其实要算的是 我把钱拿出来的时候 我使用这笔资金的成本是多高 这个时候我怎么去衡量它呢 我发现站在筹资人的角度上 我不好衡量的时候 我就换一个角度 站到对方的角度上 就是投给我钱的那个人 投资人的角度上 他所要求的必要报酬率 就是我需要负担的那一笔资本成本 所以我们在后面经常会看到 我们衡量资本成本的时候 往往是站到另外一个角度上 站在投资人的角度上 去看它的必要报酬率来衡量我的资本成本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在分析资本成本的时候 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 就是站到对方的角度上去考虑 那在普通股的资本成本当中 我们介绍了三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其实是大家在上一章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学习过的 叫做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这个模型的公式 大家还记不记得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公式 我们要算的是资本成本R 对吧 那R等于什么呢 等于无风险利率RF加上β乘以RM-RF 这就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一个公式 那这个公式当中我们看到了它的影响因子包括了三个 第一个是无风险利率RF 第二个是β系数 第三个是我们的RM RM叫什么呢 叫市场组合的报酬率水平 或者市场平均的报酬率水平 对吧 那RM-RF叫什么呢 叫风险报酬率水平 或者是市场风险溢价水平 所以这里面不同的这个所谓的字母 那么它在中文的这个名称上 它的叫法有很多 所以为了统一呢 大家很多同学我看到了这个 大家的反馈啊 有同学对这个英文不是特别熟悉 所以就会觉得说 老师能不能上课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说中文 能不能不用那些英文字母 我告诉大家 说中文和说英文字母的区别 就来自于说英文字母 比如说这个RM 比如说这个RM-RF 我一说大家都知道我指的是什么 但是呢 我一旦跟你说 说市场溢价水平 市场组合的报酬率水平 市场风险溢价 风险报酬率水平 你看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名词 是一个多对一的关系 也就是RM本身 它有好多种中文的表达方式 RM-RF呢 也有好多种中文的表达方式 所以如果是个多对一的关系 那在大家听的时候 就会产生很多的混淆 所以我们用英文字母这种唯一的一个代表 那么我们把它讲清楚 那这个呢 我希望是大家通过这个方式 至少在听课的时候 你不要把这部分的内容给搞混了 然后课后呢 你要做的一个工作呢 其实就是把我们的一些中文的表述 它的这个对应关系 能够把它建立好 做题的时候 它通过中文表述 你能够知道代表的是公式当中的哪一个字母 我觉得这个就能够帮助你完成最后的计算了 所以这是我们在课上啊 为什么一定要通过这样的这个英文字母的方式来给大家做一个举例 就是因为它中间跟中文是一个一对多的关系 好 那我们上节课其实已经讲了有关于无风险利率 你怎么去估计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呢 叫做民意利率和实际利率 来大家告诉我 哪一个利率是包含通胀的利率 不要看你的这些打好基础了 你就抬头你就想一想上一期的时候我们讲的内容 民意利率和实际利率当中 哪一个利率是我们所讲的包含了通胀的利率 哪一个 民意利率 对吧 就你到银行去所看到的人家挂牌那些所有的利率 其实就全部都是包含了通胀的利率 所以这是我们所讲的 第一你要把民意和实际做一个区分 第二的呢 在这里面我们计算的时候会有一个特别特别特别重要的原则 叫做实际和民意一定要相互匹配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算利息呀利率呀 包括你各种各样的现金流和折线率 在计算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如果你使用了民意的现金流量 那你一定要去用民意折线率去折线 如果你使用了实际的现金流量 那么一定要用实际的折线率去折线 所以一定要保证这两者中间 要考虑通胀就都考虑通胀 要不考虑通胀呢就都别考虑通胀 一定要保证口径统一 这一点非常重要 好了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进入到第二个因素的估计 就是这里面我们所看到的β系数 那β系数是什么 大家来跟我回忆一下 在第三章的时候 其实我们讲到过 β系数它是用来衡量市场的 什么风险呢 系统风险 对吧 它是一个衡量系统风险的指标 但这个指标它跟我们的标准差和方差不太一样 标准差和方差 它本身其实就是衡量那个风险的大小的 对吧 就是方差算出来是多少 它直接就代表了那个风险的大小 但是β系数 这个系数本身 它并不是绝对的去衡量 那个风险的 那个大小的绝对值 它衡量的是一个风险的相关性 所以它衡量其实是 你某一只股票 你随便在市场当中 你买了一只股票 你选的这只股票与市场整体的风险的相关性 所以在这里面 比如说β大于1 或者β小于1 β等于0 代表了什么 代表的并不是那个风险本身的大于小 代表的是你选出来的这一只股票 它跟市场的整体的这个平均风险相比 是跟它同向变化的 还是反向变化的 变化的这个幅度 是我们市场平均风险的一倍两倍 还是负一倍 负0.5倍 还是跟它压制没关系 β系数等于0 所以它本身是一个相关性的衡量 那好了 那问题就回过头了 既然我衡量是一个相关性 那我这个β系数 除了衡量这一只股票以外 它同时还受到整个市场的平均风险的影响 对吧 所以我们在估计的时候会考虑的第一个问题 叫做时间维度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意思 它说股票的β系数 等于证券的报酬率 与市场组合报酬率的斜方差 与市场组合报酬率方差的比值 这句话是什么 这句话是β系数的定义公式 还记不记得 β系数等于什么 你就看着这个名称 看着这个定义 然后直接去写 等于证券报酬率的 等于证券的报酬率 市场组合报酬率的斜方差 或者叫JM也可以 这个字母用什么都无所谓 这是一个斜方差对吧 然后下边呢 方差的比值 什么的方差 市场组合的方差 所以Cm的平方 对吧 这个是我们所说的β的那个定义公式 你看这些定义公式之后呢 他说股票β系数的估计 有回归直线法和定义公式法两种 均是建立在历史资料的基础之上的 所以问题来了 请问历史资料我要选多久呀 你看我这里面既然要用回归分析 或者要用定义公式 那我至少得去找所谓的历史资料 那这些历史资料的负债期间得是多长呢 你看在选择历史资料过程当中 我们就要把握两个问题了 第一历史期间的长度 第二我们在计算这个收益计量的时候 它的时间间隔周期 我们分别来看 第一个叫做历史期间的长度 我要找历史资料 这历史所谓的历史是指一个月的历史 还是三个月的 还是一年的 还是五年的 还是十年的呢 来 并不是找的越长越好 这个结论非常重要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说 你历史的这个结论呀 如果我能够负债的历史周期越长 那是不是我所算出来的这个结果 它就应该更准确呢 在这里面关键问题来了 并不是越长越好的 为什么 因为较长的周期 虽然可以给你提供更多的数据来进行参考 但是在这么长的历史周期当中 这个公司有没有曾经发生过风险特征的变化呢 如果有发生过风险特征变化 那这只股票 它跟市场平均的风险组合的这个关系 是不是在这么长的历史时间当中 都一直保持的这么稳定呢 就不一定了 所以当你的公司曾经 这个风险特征 没有发生过重大变化的时候 当然你这个时间可以选得越长越好 你可以采用五年 甚至于更长的历史期间 来作为你的这个评估期间 那这个时候你会有非常多的可参考的可用的 没问题的这种历史数据 帮你算出来一个更精确的数 但是如果你公司的风险特征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公司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这是你现在的临时点 现在我们要往前去追溯历史期间的这个数据 对吧 让我往前看 一年前 两年前 三年前 你看这是反过来的 网络班都是往右走 对吧 看的是未来 现在我们要往回去追溯 我们去看历史 历史期间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好 我现在告诉你说第二年的时候 在两年前 这个公司增发了股票 而且是大额增发股票 比如他进行了这个融资 那这之前的状态和这之后的状态 请问一样吗 对于这家公司来说 它整体的风险有没有发生变化 当然有 因为我们说风险变化 其实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叫做财务风险发生了重大变化 第二种叫做经营风险发生了重大变化 那现在如果我在两年前曾经大额增发了股票 那么我请问大家 请问刚才我说的是经营风险 还是财务风险 哪个风险发生了重大变化呀 哪个 哪个风险发生了重大变化 是不是财务风险发生了重大变化 你就记得财务风险的变化 其实就来自于 要不然你大量发行了债券 要不然你大量发行了股票 要不然你整个资本结构 肯定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 那么就意味着你的财务风险变了 好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我还是告诉你说两年前 他不仅增发了股票 他为什么要增发股票呢 原来这家公司啊 他是搞手机的 现在呢 他要去造车去了 你会发现现在特别多这样的企业 你有没有发现 市场上很多的车企 要去生产手机 很多的手机厂商呢 要去造车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原来他是要做手机的这个企业 然后他之所以要在两年前去增发这个股票 就是因为他想进军汽车行业 去做新能源汽车 那这个时候 你说他的风险 在两年前和两年后 有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 就在这个时间点前后 他的风险特征有没有重大变化 当然有了 对吧 两年前的状态 他呢是一个纯手机厂商 且他的资本结构 是当时那个样子 但是等到第二年 就两年前他增发了股票 进军汽车行业之后 最近的这两年情况大了 大为不同 对吧 财用风险也变了 经营风险也变了 请问你还能不能认为 他的β系数是一直保持稳定的 就这里有一个β系数一 这里有一个β系数二 请问如果我选用特别长时间的 β系数一对于我临时点的这个点来说 对于我现在来说 请问有参考价值吗 现在这家公司 是不是一个既生产手机 又生产汽车的公司 那么对于你来说 有参考意义的 是不是应该是β2 β1对于你来说 应该没有参考价值吧 因为那是一个 在上一个版本的 这个公司的状态 所以你把β1拿进来去 作为我们现在的一个 扰动因素来进行估计的话 那其实是会对结果产生偏离的 所以我们如果要选择的话 怎么办 如果发生了重大变化 应该选择变化后的年份 作为历史期的长度 所以你必须要站在2这个时间点上 往后这段期间才是你要选的 往前的通通全部都砍掉 这部分对于你来说都没有意义了 因为风险特征在两年前发生了重大变化 就这个意思 所以经常我们在这里讲到 这个所谓的历史期间的长度 什么叫风险特征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 很多同学都不能够理解 那我们举这么一个例子 大家就知道了 说原来是这么的意思 我只要考虑的是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 如果有重大变化 那我在之前的数据就不能用了 只能选变化之后的这段历史期间的数据 作为我的参考 哪怕它比较短 可能就只有一两年的数据 但是你也只能选这些数据 它并不是越长越好的 听明白了吗 好了 这是第一个历史期间的长度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收益计量的时间建筑 就在这里面呢 大家会发现啊 我们在算的时候我们算什么的 我们在这在算什么 我们要算的其实是 我们的市场的这个报酬率的协方差 和这个证券的报酬率的这个组合 就是你的这一只股票 它的报酬率和市场组合的报酬率中间 我要去求一个协方差 然后呢市场报酬率组合 它本身要去求一个方差 那问题来了 请问我的报酬率选多长时间的报酬率啊 对吧 那报酬率肯定是比如说你选今天 昨天 把它放在一块 这是什么你能算出来的报酬率啊 我昨天买的今天就卖了 我能不能算一个报酬率 当然可以 好 一年前 今天组在一块 能不能算一个报酬率 可以 我算的是一个一年的报酬率 一个月前我买的今天把它卖了 能不能算一个月的报酬率 当然也可以 那问题来了 请问收益计量的见者时间多长为比较好呢 多长是比较合适的呢 来 广泛使用每周或者是每月的报酬率水平 这是结论 所以先大家记住 在这里面我们选择的不是天也不是年 选的是周或者是月 那接下来我们叫问题就来了 请问为什么我不能选天呢 为什么我不能选年的 所以不使用年报酬率水平的原因是因为需要很多年的数据帮你去支撑这个所谓的收益 它的平均水平是什么样的 就一年的这个收益率水平你不能只算过去一年对吧 你得往前算就是N个年份的多年的数据 但是在此期间很有可能就像我们上面所讲的 你这个公司啊 在过去一年或者两年当中发生过重大的风险特征变化 请问你收益间隔期间能选的数量是不是太少了呀 对吧 你的有效数据是不是太少了 所以你算出来的就不够准确 这是第一个 我们不能把时间拉得太长 因为在这中间日新月异的变化可能会使得公司的风险特征经常在发生一些调整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说我们为什么不能选天的呢 为什么不能选天的呢 因为现在啊 大家会想到 我所选的这个股票 你看你在这分析的时候 你首先就有一个假设 就我要选一只股票 然后再去跟市场当中所有的股票去比 那我问你 请问你选的这只是不是的上市公司的股票 大概率是吧 非上市公司的股价你怎么获得呢 你获得不了 你也没法把它跟市场的这个组合的报酬率去做一个比较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所讨论的其实都是上市公司在上市交易的那些流通的股票 那这些股票它在流通过程当中我们的交易所是有所谓的成交的时间和停牌的时间的 对吧 它是有交易日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所说的没有成交和停牌的日子 你的报酬率就是为零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按天去进行计算的话 会使得这些个别的特殊的日子对于你整体的数据会有不太相关的扰动 那这个扰动其实影响了你对于整个报酬率的计算 而这个计算本身其实用这个扰动因素去影响是不合理的 所以呢 我们说它其实不应该包含在我们整个的这些计算当中 就你不能按天的去算 往天去计算的时候 你的这个报酬率水平当中就经常会出现有零这个值 那零这个值加进来之后对于整体的扰动就会非常大 它会整体降低你的β 所以我们说按天的你也不行 按年的你也不行 就是我们两个极端 移的太长的时间不行 移的太短的时间也不行 我们取中间 中间的这个频率呢 就是周和月是没问题的 所以这是我们所讲的β系数的估计 请大家务必要把握住的两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维度选择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在考试的时候是很喜欢考的 就如果我们要考这个普通股资本成本的估计 考选择体的话 大概率会出现在我们这里所讲的β系数 这块是最喜欢考的内容 再往下收 我们说β系数的时效性的问题 财务估价使用的数据是面向未来的 但是你看咱们刚才计算的β系数 是不是都用的历史资料 对吧 那不就不符合我们说预测未来 我们应该看的是未来 但是现在你所有数据都用的历史 那使用历史的β能不能指导未来 关键欧看驱动因素是不是发生了重大变化 也就是说跟前面我们所讲的那个风险特征发生重大变化一样 历史之所以可以以史为尽 是因为我们在历史过程当中发现了它的那个不变的规律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所说的那个β系数也一样的 如果β系数可以帮你去预测和指导未来 前提是影响β系数的那个底层的那些驱动因素 那个历史规律它应该得是稳定的 它不应该有大的变化 所以β的驱动因素包括了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 如果这两项风险本身没有重大的变化 那么你就可以用历史的β去预测未来 如果你过去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发生了重大变化 那么你的历史去评价未来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 大家听明白这个意思了吗 假设我在举个极端的例子 刚才咱们举的这个例子还比较好 两年前的时候我增发进军道的汽车行业 但是也有的企业它意识的比较晚呀 对吧 它其实是今天它才发现 哎呀 我得去这个想想 有没有其他的业务可以做了 所以呢 它是在进军其他的领域 然后其余筹集资金 那么请问 正在今天这个时间点 我要去估计它未来的整个市场 它跟市场的这个风险的关系的时候 估计它未来的β系数的时候 请问我历史的任何的一个时间段的β 对我来讲有意义吗 有没有意义呀 大家觉得 就我今天才意识到我要去开拓我的新业务线 那请问我能不能用我历史的β去预测我未来 能不能 没有意义了 那问题就来了 那咱没有历史资料了 那对于这样的企业来说 它未来的那个β 它未来的那个跟市场中间的那个相关性 我怎么估计呢 这个是我们在后面的第七章的内容当中 我们会给大家去介绍的那个时候我们会对β去进行所谓的调整 我们给它调整的时候调整成一个就是当历史不能适用的时候 我们如何去估计一个未来可适用的β 那到第七章的时候我们再给大家去进行介绍 首先在这大家先知道就是我们一定要去关注我们的历史的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有没有重大变化 如果它在两年前变化了 那我们就用最近这两年的数据 如果它在三年前变化了 那我们就用最近这三年的数据 关键就是这段期间 截止到现在我的这个风险是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 或者面对未来我的这经营和财务风险是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了 如果是我今天或者未来或者历史这个中间的风险在未来会显著不同 那历史的β是不能够拿来作为估计数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对历史的β去进行调整 调整为可以适用未来的这种情况 至于怎么调整的 我们等到第七章去给大家进行展开的介绍 所以在这大家先留一个这个小问题 好了这是有关于β系数 然后我们再来说第三个因素叫做市场风险溢价水平 我们没有在这里把RM单独拿出来 而是把后面的这一大坨把它放在一块 我们认为市场风险溢价 这本身是一个我们要去估计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它指的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当中 市场的平均收益率水平和无风险的平均收益率水平之间的差异 它指的是在历史中 在历史中我平均市场会给所谓的这个风险多少的溢价 对吧 我要看的是这个平均给到的风险溢价水平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当中 它的平均值是什么位置 那我们之前已经知道了无风险利率的那个估计问题 所以接下来其实涉及到的 如果我们要去评估这个风险溢价 其实就是要去评估市场平均收益率水平 那我们在评估它的时候也会遇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也是一个时间维度的问题 我选多长时间的 股票收益率的影响因素比较多 因此呢 短期的风险溢价肯定是不合适的 我肯定应该选择比较长的时间当中 它的一个平均水平 才能够反映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历史平均水平 对吧 所以呢 在这里面我们第一点要知道的 就是肯定不能选短期的 一定要选长期的 但是多长 所以多长呢 我来问问大家 请问是不是越长越好 这里我们所选的这个市场的平均收益率的水平 我们再去选择它历史时间维度的时候 请问是不是选择的时间长度越长越好呢 我负债的历史期间越久越好呢 是不是 有的同学说是 有的同学说不是 这里面我就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个结论了 刚才我们讲的是不是 但这里我们觉得是 就是你的这个时间跨度选择 确实是越长越好 那为什么 后面的这句话很重要 考试的时候 其实经常考的就是后面这句话 就你看如果我选择特别长的历史期间 我就去找在这历史期间当中会不会出现一些极端情况 你看比如我们刚才在去找那个贝塔系数的时候 我们选择它的历史资料就会发现有些极端情况 所谓的极端就是它突然改变了自己的业务方向 对吧 它突然改变了自己的资本结构 这种所谓的极端情形我们就要拿出来去讨论 说这种极端情形下 它会不会对于我的贝塔值的估计产生重大的偏离的影响 如果会 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就必须要把它相关的数据给剃掉 我们不能考虑这些相关的因素的影响 对吧 所以这是我们在贝塔系数的时候我们的考虑 所以我们说如果出现了风险特征的变化 那么那个数据就不能用了 问题来了 这里面呢 如果我们要去选择的是市场的平均收益率水平 我们看一下历史期间有没有发生过一些极端情况 当然有 比如说金融危机 对吧 比如说金融顶上 就是整个资本市场 或者是整个的这个股票 证券市场 它处在一个非常高的水位线的时候 这是我们所说的 要不然在高峰 要不然在低谷 因为高峰和低谷 它没有办法反映所谓的平均水平 所以我们看的是两个极端值 我要不要把它做剔除 你看 当我们的企业 它所面临的大的环境 处在金融危机的状态下的时候 请问 这个时候市场 风险 溢价水平 会不会有 会不会有 就这个时候 我市场肯定有非常高的风险 那这个时候 我给这部分的风险 我要不要补偿 要不要补偿 当然要 对吧 你金融危机的这个状态下的时候 更没有人去投资了 那这个时候 大家都非常害怕这个风险 那你需要给出来的 那个风险溢价的补偿 水平会非常高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一定会出现风险补偿 那当经济特别好的时候 请问这个时候 难道就不给风险补偿了吗 也不是 那只不过是说 我们在经济特别好和经济特别差的时候 我给的那个补偿率的水平 它是怎么样的 它是这样波动的 对吧 好了 那如果我们要看一个历史期间的平均水平的话 请问 我是不是要把这些波风波谷的数值 全部都把它给剃掉 我只看这个中间这一段的数值 我能不能这么去看 我能不能这么去看 就把上面下边的全都拿掉 我只看中间的那一段大概是什么水平 不能 你所谓的看平均 就要看的是这些所谓的波动 我在高峰的时候 在金融危机的时候 我给多少补偿 在金融低谷的时候 我给多少补偿 在这些所有的因素都要考虑进去 那它所反映的才是一个真实的 历史期间平均的市场风险 它也才能够反映说 我们在不同的场景下 在不同的情形下 我们能够给出的风险补偿 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 这个极端情况 那这些情况都需要在我们的历史估计当中 要负债掉 反而你的时间跨度 如果选的太短了 你选的都是什么呀 比如说你看 我们的经济是这样的 假设你选的时间太短了 你可能只选了这么一段 请问这一段能反映历史平均水平吗 不行 你有可能只选了这么一段 它能反映平均水平吗 不行 那所以你应该选择的是 这一整块 才能反映历史平均 这就是我们所说 你应该选正常的时间 且这个高峰和低谷 你不能把它给剔除掉 这句话非常重要 考试的时候 经常他在选项当中告诉你说 我们在选择时间跨度的时候 要剔除那些金融繁荣期的数据 要剔除那些经济衰退期的数据 错 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点 好 接下来 我们在算平均的时候 又遇到一个问题 这里面我们不是要算一个历史平均值吗 那请问平均值怎么算 平均值怎么算呢 我们说多数人倾向计算平均收益率的时候 我们选择几何平均 而不是算数平均 那算数平均数怎么算 其实我们很清楚 就是我有五的数 对吧 然后这五的数上面都加下 然后除以五 这就是算数平均数 那几何平均数怎么算 几何平均数是一种复合的平均 这个复合平均值 它可以更好地去预测长期的平均风险溢价 多数人倾向地适用几何平均法 而几何平均法所预测出来的这些风险溢价一般 形容下是要比算数平均值计算出来的要低那么一些 具体几何平均值怎么算的呢 我们直接来看一道题目 说贾公司股票最近两年的相关数据如下表所示 假设该公司最近两年没有发放入股利 计算该公司的股票是近两年的算数平均收益率和几何平均收益率 你看这里面 它给了你三年年末的股票的指数 股票的价值指数 然后呢让你去计算它的这个市场收益率 那它的市场收益率呢 你就看嘛 第一年年末的时候是4000 零时点的时候是2500 我赚了多少呀 是不是4000减2500 然后除以250060%的收益率水平 对吧 然后第二年相比于第一年 是不是从4000掉到了3000呀 所以3000减4000我亏了1000 然后除以4000亏了25% 这就是我这两年的平均的市场收益率水平 那我在算平均的时候两种方式 第一种呢是这两个收益率水平加起来直接除以2 我就算出了一个17.5% 第二种情况呢 是几何平均收益率水平 你看看咋算的 是3000就是第二年年末的这个价值指数 去除以什么 是去除以这个2500就是零时点的价值指数 然后开根号减1 计算出来的 是不是看不明白了 不知道这几何平均这个收益率水平是咋算的了 我告诉你它咋算的 它假设你的几何平均收益率为S 那么几何平均收益率的意思是啥呢 就是相当于用负利去进行计算 所以它等于你最开始是不是2500买的呀 对吧 最开始的价值指数是2500 然后呢 你是不是投了两年呀 对不对 所以1加上S 负利怎么算 平方对不对 所以2500的投入 然后投资了两年 乘以1加S的平方 它应该等于你两年后的这个价值是多少 3000 相当于在这中间的那些波动 我其实没有太去管它 我相当于是干嘛呢 你看啊 原来咱是不是这样的呀 对吧 就是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嘛 对吧 就咱们那个收益波动 你看是这样的 但是呢 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个鞋带 你有这些强迫症不 你那鞋带左边鞋带长 右边鞋带短的时候 你是不是特别想把那些鞋带拉的一般长 所以这个时候 咱们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们强迫症就犯了 强迫症犯了之后 你想怎么办呢 你想把它转化一下 你想把它转化成这样的 对吧 你想把那个拉的一般一般长 然后所以呢 你不管中间的那部分的波动 就中间的这一大块的这种跌宕起伏 你不管它 你看的就是一个稳定的情况下 2500乘以1加X 每年的那个平均收益率水平 是一个稳定的数 就是X 在这个基础之上 头两年 两年之后 你的价值是3000 请问这个平均收益率水平是多少 这样的话 你看你计算的时候 是不是就3000除以2500 然后开着根号再减1 对吧 是不是 所以它的几何平均收益率水平 就是这么算出来的 所以你不用特别 顾虑说这个几何平均收益率水平 我不会算怎么办 不会算的话 你就列这个方程 你把这个方程列出来了之后 你自然而然就知道 它应该怎么算了 这是我们所讲的几何收益率 和这个算术平均的收益率 分别如何去考虑 那这里面有一个精准答疑 大家会问的一个问题 说这个运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估计普通股的资本成本 进行参数估计的时候 时间跨度的选择 是选长期还是选短期 我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 无风险报酬率的这个选择 无风险报酬率的选择 我们应该选择长期的政府宅权 贝塔系数呢 不是简单的越长越好 而是要考虑你的历史期间 是否发生了风险特征的重大变化 如果发生了 那么你就得是用发生变化之后的年份 作为你的历史期的长度 而不是越长时间越好 如果没有发生变化 那么这个时候 通常我们可以选择一个 比较长的时间跨度 比如五年 比如更长的时间 最后一个市场收益率水平 我们应该要选择更长的时间跨度 且这个时间跨度内 如果出现了经济的波峰和波谷 就经济繁荣和经济衰退 这些数据不能去做剔除 就是这三点 希望大家要特别关注 那一二年的这道多选期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是估计权益资本成本的一种方法 下列关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参数估计的说法当中 正确的有 所以它肯定是多选 对吧 那A 说估计无风险报酬率的时候 通常可以使用上市交易的 长期政府债券的票面利率 对不对 你在看这种题目的时候 它的表述特别长 所以它的坑呢 就会挖的比较多一些 首先第一的 它是估计无风险报酬率 你当然应该选择的是政府债券 什么政府债券 是长期政府债券 所以这个点是对的 是吧 那你选择长期政府债券的什么呢 选择票面利率吗 错 我们说了 你应该选择是它的 它的什么 它的期望的那个利率 或者说 在这里面 你应该是选择它的 到期收益率水平 对吧 所以你不能用的是票面利率 你不能用的是 它的承诺收益率水平 所以在这儿 希望大家要能够前后贯通起来 就在这里面 我们始终 你都不能直接拿票面利率 来进行估计和计算 因为票面利率的差异太大了 每一张债券 它的票面利率可能都不一样 这是A 那2 这个B 这个估计β值的时候 应该使用较长年限的数据计算 它比使用较短年限的数据 计算出来的更可靠 有的人说 看上去好像没什么错 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你注意的就是 β值 如果它说用较长的比较短的 来的更可靠 请问它的前台词 是不是说 你的这个历史期间的选择 越长越好呀 你就这句话 咱换一个表述方式吧 你理解一下 它背后的前台词啥意思 较长年限的比较短年限的计算出来的结果更可靠 那不就是越长越好吗 我们刚才是不是专门说了 这个说法是错的呀 对吧 好 那接下来 那我们应该选什么 我们应该选风险特征 如果发生了变化 要选发生变化之后的年份 而不是越长越好 C 估计市场风险溢价的时候 使用较长年限的数据比较短年限的数据动口套 这个我们说是对的 因为在估计市场风险溢价的时候 这个时间段我们选的越长越好 且不能剔除那些波峰和波谷 D 预测未来资本成本的时候 如果公司未来的业务将发生重大变化 则不能使用历史数据进行估计β值 对不对 是对的 那怎么办呢 要调整β值 所以后面我们在第七章的时候 会给大家介绍β值的具体调整方法 好了 那这是第一个模型 我们就搞定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这个模型呢 在考试的时候 既有可能从选择题的角度去考察 大家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些 所有的驱动因素的估计 这个是选择题非常非常喜欢考的考点 其次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是有个公式的 所以这个公式也是我们未来在考察计算的时候 让你去算普通股资本成本一个最重要的这个模型 就考试的时候 他可能会把前面的那些驱动因素 用题目已知的条件的方式来告诉你 告诉你了之后 你就直接带到公式里面 把那个普通股资本成本给算出来 然后后面再去计算 其他的这些数据 所以你在这里部分做计算的时候 前面那道 前面那种模型是一个计算的非常重要的考点 接下来 鼓励增长模型 是第二个计算考点 也就是在这里面 我的这个普通股的资本成本的计算的考察 在考主观题的时候 要不然考就是上面的一个模型 要不然就考了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鼓励增长模型 基本上考来考去就是这两个模型的计算 选择其中一个来考察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什么叫做鼓励增长模型 它的基本模型假定的是 你的这只股票的收益 也就是鼓励 它是以固定的年增长率来递增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股权资本成本的计算公式等于 R等于第一除以P0加增长率G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公式当中所涉及到的各个因素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这个公式它是怎么来的 先来看 这个公式你要先看明白里面会涉及到比较多的字母 首先R还是在算普通股的资本成本 那它等于什么呢 等于右边的分子叫做预期下一年的现金股利额 也就是说今年比如说2022年吧 2023年 2023年我发放了2022年的股利 那么我所发放了的这笔股利就不叫第一了 明白吧 就是你判断它是不是第一的原则 是在于我这一笔股利有没有发掉 如果我是已支付的股利 那它一定不是我预期的股利 预期的股利就意味着你是还没有支付的股利 这个好理解吧 所以这个点是我们在运用这个公式计算的时候一个最重要的坑就在这 考试的时候你要看那个题目条件里面 它给你的那个股利额是一个已经发放了的股利 还是一个未来即将要发放的股利 如果是一个已发放的股利 它绝对不是第一 它应该是第0 那第0到第1怎么办 一般情况下我们说第0到第1是第0乘以一加增长率的水平 因为我们假定了你的股利是以固定的年增长率去递增的 所以既然你已支付的股利是第0 那我下一期预计要支付的股利不就是第0乘以一加增长率G吗 对吧 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一定要看清楚后面的题目条件当中 它给你的数据是什么 接下来所谓的分母这个P0 它指的是股价 就是你现在你要买的这只股票 你要算的这只股票的资本成本 它的股价现在是多少 这就是它的分母 然后右边加上的是股利的年增长率 增长率G 好了这是这个公式本身 你要能够看明白它是怎么算的 根据这个公式 大家帮我看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式的变形 你来看一下 这个公式现在我如果知道了一家公司的这个股权资本成本 就普通股的资本成本我知道了 我又知道了它预计下一年需要发放的股利额 我还知道了它的增长率G 请问我能不能判断出来这家公司它的股票的价值 现在这涉及到其实就是股票的价值评估 我现在随便拿过来一只股票 这只股票我其他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它的美股市价 我现在就知道是什么呢 我知道是它未来整个增长率水平 我知道是它当期发放的这个股利 我假设它未来的股利的发放就按照这个增长率去增长 且我知道它所承担的这个股权资本成本是多高 我能不能直接通过这个公式去计算这只股票的价值 可以怎么计算 把增长率G挪到左边去是不是变成了RS-G等于第一除以P0啊 没问题吧 那请问它的股票价值是什么 不就是那个P0呢 它算出来的虽然是当前市价 但本质上它其实算的是那个所谓的股票价值 只不过它现在是已知了股价 我就把它当做股票价值了 但假设我现在不知道股价呢 那我求这个股票价值的时候 我算的其实就是P0 那P0就应该等于等于什么 等于第一除以RF-G 这个也是我们接下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式 我们等到后面的节当中 我们去讲这个普通股的股票的价值评估的时候 价值评估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型 就是股利增长模型 它的价值评估的方式就是通过这个公式直接衍生出来的 变形一下之后 它就变成了我们的股票价值评估的公式 好那有了这个公式之后 接下来就好办了 我们来带给大家看一下 上面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公式它是怎么来的 这块呢大家就简单听一听就可以了 考试的时候肯定不会去考你这个原理 但是有很多同学因为是理工科背景的同学 那个公式我看着我就这个 怎么说我就心痒痒 我就得知道这个公式它是怎么来的 我不知道它怎么来的 这个公式我就记不住 那我们就来推导一下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的前提是我们有了一个假设 假设这家公司它是要稳定发放股利的 且它的股利发放额是保持了一个固定的增长率水平的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零时点 在这儿 我的第一次股利的发放 预期的啊 现在是零时点 那未来的预计的第一期股利的发放 是不是就在一时点 这个是不是就是第一 对吧 那如果它是一个稳定的增长率的水平呢 那它是不是就应该等于 第0乘以1加增长率 没问题吧 好 我们再来看二十点 这是不是第二呀 对吧 那它是在第一的基础之上又再以一个增长率g再去增长 所以它应该等于第0乘以1加g的平方 没问题吧 然后事件三 这是不是第三 那第三呢 又是在第二的基础之上继续再去增长 所以它应该等于第0乘以1加增长率g的三次方 依此类推 如果你这个股票一直这么存续下去的话 它是不是就一直都这样了 对吧 好了 然后接下来我来问问你 如果按照咱们之前所讲的 那个所谓的价值评估的那个理论 价值评估是什么来着 它的本质的那个模型是什么 是未来所有的现金流量折到零时点 折到限值 我计算出来那个总限值就是它的价值 所以你看 我买的这一只股票 假设我一直持有到期 没有持有到期的战略 我一直持有下去 一直持有下去 你就不会把这只股票卖掉 那你所获得的那个现金流 是不是就是一笔又一笔的这个股利啊 那你说我怎么去计算我这只股票的价值呢 你是不是就是把第一折到零时点 第二折到零时点 第三折到零时点 第四第五 依次都往后折折折 对吧 都折到零时点 我算出来的这个P零 这个限值 是不是就是这只股票的价值 好 那接下来问题来了 请问我们怎么折线 假设你的折线率 折线率R 折线率R 那么我在折线的时候 第一期往前折 你就一笔一笔折呗 你现在看到了 因为每一笔现金流都不一样呀 所以我第一个要问你的事情 请问这个限金流是年金吗 它是年金吗 它肯定不是年金 因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都不相等 所以它不是一个等额系列的这个收支 所以它就得一笔一笔的折 那请问每一笔你在折线的时候用什么折 用负利限制系数折 那我们乘负利限制系数可以 我们也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粗暴的 最朴素的一个方式 我们直接往下除 你看第一笔折线 D0乘以1加增长率G 除以1加R 是不是就把它也折到临时点了 第二笔现金流 加上D0乘以1加增长率的平方 除以1加R的平方 是不是就把第二笔现金流折线了 第三笔现金流 D0乘以1加G的三次方 除以1加R的三次方 是不是就把第三笔现金流折线了 依此类推 然后我问你 这个等是等于什么 他说那我咋知道这等于什么 你后边都没有一直折完 而且还是永续的 这我咋会啊 来看一下这是什么 你来看后边的一项相比 他相比于前面一项来说 他相比于前面一项 他相比于前面一项来说 这是这啥呀 你除一下你会发现 他俩是等比的 所以这是一个等比数列 有个人说 哇塞 这个名词好久 多少年没有听过了 是吧 是不是等比数列 这个名称都距离你感觉很遥远 感觉是高中的时候 学到的一个数学的概念 那好了 请问等比数列求何公式 还有人记得吗 等比数列的求何公式 还有没有人记得 不记得没有关系 考试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考 考试的时候不会考你 等比数列的求何 这里面等比数列的求何公式 等于首项除以一简公比 首项不是那个日本首项啊 是这个你的第一项 叫做首项除以一简公比 好 那问题就来了 如果我把这个名称告诉你的 它叫首项和一简公比 那问题是首项是哪一项呢 是不是他 是不是他 对吧 首项就是你这里面出现的第一项 就是他 公比是什么 公比就是你拿后面 这个除以前面 你看除出来等于啥 你看除出来等于啥 后边一个除以前面一个 是不是D0约掉了 1加R是不是约掉了一项 1加G是不是约掉了一项 那是不是公比应该是 1加G除以1加R 没问题吧 就后边一项 第二项除以第一项 第三项除以第二项 你除一下你就会发现 它始终都等于1加G除以1加R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公式套进去呗 你看啊 D0乘以1加增长率G除以一个 1加R 这是我们的首项 对吧 然后除以1减公比 除以一个1减去 1加G除以1加R 这个能看懂啊 这个能看懂之后 咱们接下来再去化解 上边的我这个不变 1加G除以一个 1加R 下边呢 我把那个1放到这个分子上面去 所以它应该等于一个 1加R 这呢 是应该是一个 1加R 减1减句 这能看懂吧 也没问题吧 就把下面的分子给调整了一下 就把那个1减去 1加G除以1加R 把它换成了一个分式 1加R没变 上边呢 1就变成1加R 减掉 以减掉G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种公式 你能不能化解它 上面的1加R和下边的1加R 是不是得约掉了 约掉了之后 这里面的1减1 是不是约掉了 是不是R减G了 是不是等于D0乘以1加G除以R减G 这不就出来了吗 这不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公式吗 P0等于什么 P0等于D0乘以1加G除以R减G 或者P0等于D1除以R减G 那我问你这里面的R等于什么 R等于什么 R就等于D1除以P0加增整率G 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整个公式的这个推导 大家这一部分呢 你就听过了就可以了 考试的时候不会考你这个推导 考试的时候不会考等比数列的求和 但是呢 对于大家来说 如果你想知道这个公式 它背后是怎么来的 那么就是这么来的 基于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基本模型 它的假定 我们得到了这个公式推导 好 需要你做的就是这个公式牢牢把握住 考试的时候直接套公式进行计算 不会难 它不会考你公式的推导 只会在题目当中 把这些要素都给到你 直接带到公式里面完成计算就可以了 所以你看看自己怎么能够 把这个公式给好好的掌握住 你就怎么掌握 可以是通过刚才我推导的方式 你理解了你就把它记住了 也可以通过你后面在做题的当中 反反复复的用到这个公式 你多用几次 你用一次你记不住 用第二次用记不住 用第五次第十次的时候 这个公式你绝对把它记住了 每次上考场之前 我相信没有任何的同学对这个公式 是没有印象或者完全记不住的 不会有的 每一年很多同学这个 我们的反复都是这些公式 还有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这种公式都已经是用烂了的公式了 你随便问我 我随便都能答得出来 所以你不用担心 慢慢慢慢后面做题做多了 你就记得了 接下来我们还是一个问题 就是对于这个公式来说 也会涉及到一些具体的 因素的估计 那这些估计我们怎么去考虑它呢 第一个就是这里面的增长率G 这里面你可以用历史的增长率 但是这种方法用过去历史增长率的时候 问题就是我这个增长率 你得有一个平均吧 那这个增长率 一般可以按照几何平均数来算 也可以按照算术平均数来算 但几何平均数 适合那些长期持有的情况 算术平均数呢 持有的时间会比较短 也就是说只要你算的是一个 相对比较长期的平均水平 一般情况下 我们会优先选择几何平均 如果你算的是一个 相对短期的持有期间 我们就选择算术平均 也没有问题 那由于我们整个的模型 它其实基于的是一个 永续持有的状态 所以我们选择几何平均增长率 是更加符合我们整个模型的 这个基础的 那历史增长率呢 这个方法本身听上去 好像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我们很少会单独 使用这种方法 因为事实情况下当中 每家公司稳定增长 它的鼓励发放额 这是几乎不存在的 你在市场上不会看到某一家公司 真的天天每一年都在增加它的鼓励发放 且是一个稳定增长的状态 几乎你找不到这样的公司 所以它仅仅只是我们在这理论上所选择的一种方法 但实际当中我们很少单独使用它 好 那接下来 如果不使用它 我们还可以使用什么增长率 可以使用可持续增长率 这我们在第二章讲过 那可持续增长率 你要使用它就需要基于可持续增长的前提假设 还记得吗 第一个不增发股票或者回购股票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要保证你的经营效率不变 其中有两个指标 对吧 其中有两个指标 还记得吗 营业经济率和资产周转率 第三要保证你的财务政策不变 也是两个指标 就是你的利润留存率和权益成数 那这些指标都不变的这个情况下 可以根据可持续增长率的公式 来直接计算你的股力增长率 所以它在这里面假设的 就是你的股力增长率 就等于你的可持续增长率 那这里面我们需要大家提示注意的 就是根据可持续增长率来估计 股力增长率的时候 隐含的刚才所说的这些重要的假设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如果这些假设跟你未来的 这个公司所面临的情况 有非常大的区别 那你就不能用可持续增长率来进行估计 还是那句话 你的这些一二三这三项假设 必须得是基于未来 它就是这样的 对吧 所以他说了嘛 假设未来是不增发股票的 假设未来你的经营效率是不变的 假设未来你的财务政策是不变的 这个时候我可以用可持续增长率来估计 但如果你未来打算 比如说今年下半年你就要增发股票 对吧 今年我整体的经营效率的目标进行了调整 我的财务政策进行了调整 那么你过往所能够帮你计算出来的那个可持续增长率 其实不OK的 你得干嘛 你得要调整 所以他必须要用其他的方法来辅助 或者是对这个指标本身要进行调整 这是从这个第二种方法就可持续增长率的角度 第三种就是采用证券分析师的预测 这个呢 首先是我们教材当中认为的 我们先看最后的这句话 就是以上三种增长率的估计方法当中 采用分析师的预测可能是最好的方法 所以教材当中我们认为你第三种方法 用证券分析师的预测 这是我们优先选择的方法 这是一个结论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这个方法 它是怎么做的呢 是证券服务激动的分析师 你自己去搞这个分析 你不是专业的 你哪怕考了CPA 你哪怕通过了财管 其实你对于一个证券的分析 还是相对一个入门级的水平 那证券服务激动当中的分析师 人家就专业就是干这个事的 所以呢 他们经常会发布大多数公司的增长率的预测 他们在做大量的研究 这个时候我们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去做自己的一个预测和判断就可以了 所以你在估计增长率的时候 可以将不同分析师的预测值来进行汇总 求他们的平均值 问题又来了 请问怎么平均啊 大家先不用往后翻 你就抬头看这里 请问这里所说的平均值 你想一想 你觉得应该怎么平均 算术平均 几何平均 还是怎么办 还是怎么办 告诉大家 在这里你应该加全平均 掉春丽了吧 既不用算术 也不用几何 应该加全平均 什么意思 怎么加全平均 你看 你有不同的分析师 分析师有金老师 有刘忠老师 有顾岩老师 有王雨明老师 有这个李明远老师 他们分别五个人都做了这只股票的长期的增长率的预测 然后呢 你就发现 这五个人所做出来的预测值都不一样 那我到底咋平均呢 五个加起来除以五啊 你五个加起来除以五 我告诉你 基于的是什么假设 基于的是他们五个人的水平都一样 这他们五个人对于你来说水平都一样 你对他们是无条件的一视同仁的信任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直接加起来除以五 那这个叫不叫加全平均呢 也叫加全平均 因为你给他们五个人的权重都是一致的 给了他们每个人20%的权重 那现在 假设 你就是觉得刘忠老师的估计不靠谱 对吧 他是在你的这个选择当中 你觉得这个刘忠老师自己说嘛 财管学的最不好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对他的这个估计的结果肯定是没有太大的信心的 顾延老师是专门交财管的 所以呢 你对他的信心值比较高 王宇明老师也交财管 所以你对他信心值比较高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去调整 对于他们的这个所谓的权重 他们有五个预测值 你在算平均的时候 你就给他们分配的权重 他俩多一点 然后刘忠老师这个数字呢 少一点 所以是通过调配权重的方式 最后来完成的平均值的计算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运用证券分析师的预测 你到底怎么去预测 怎么去算出来你要的那个数 这个平均是咋平均的 这个加权平均是咋加权的 是根据你对证券分析师的信赖程度的不同 去进行加权的 然后证券分析师发布的各种 公司的增长率的预测值 通常是分年度和季度的 而不是唯一的一个当地的增长率 所以这种情况下 有两种方法去解决 就它的那个预测的这个频率啊 或者它预测的期间和你想要的 这些期间可能不一定一致 所以如果说它不稳定的这个增长率 你把它做平均 转换的方法 是计算未来足够长期的 这个年度增长率的几何平均数 那第二种呢 是将不均匀的增长率 直接拿来去计算你的股权资本成本 这就有点像什么呢 这就有点像我刚才给你举的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 就我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呢 是我看不惯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鞋带不一般长 所以我先把它拉成一般长的这个状态 就选择它 就你先把它拉成一般长的形容下 用几何平均数 然后去作为我后面计算的时候的基础 第二种情况 哎呀我没有这个强迫症 那个不一般长就不一般长呗 那那样就那样呗 对吧 所以你就直接选择它的那个特殊的那个情况 它的波动 你不用去把它拉平了 你就直接把它带进去 去完成各期的一个计算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两种你的处理方法 但考试的时候 这里几乎不可能涉及到具体的计算 大家评明白了吗 就这一块更多的其实是考选择其考理论 但很少遇到具体的计算 但遇到计算了我们怎么算呢 我们休息十分钟 回来之后 我们带给大家来看一看 四章十一这道教材立体 好了 那我们就十点十分 我们继续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